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品业新实业有限公司的龚继飞创办人 龚大哥来到我们现场 就是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新陆立成案故事 龚大哥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龚大哥 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立这个 品业新那您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好那品业新创立在2002年 2002年之前我还是在做出版 做的是儿童教育这一块 也是因为品业新是我老婆开始做的 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做的是预防医学 这个检测人体检测这一块 好那我老婆那个时候也是一直在跟我 讨论这个这么难做啊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说好吧 那我来试看看吧 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我进入把品业新接手过来 其实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呢 我比较上来讲的话就是说 用的心跟走的方向 会跟一般的人不一样 很多人就会想说检测是什么 应该去走医院 或者走那个检测中心 可是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个样子 他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去进入家庭 因为在台湾的这个预防医学里面 他做的并不落实 也就是说我们在小时候 家里面是不是都有个急救包 那急救包里面是不是有红药水 是不是有点酒 纱布 或者是ok棒 这一类的 也就是说万一我们摔跤了 跌倒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刻的消毒 立刻的包扎 那严重的时候赶快去医院 那医生一看 是不是就能够立刻帮你处理了 该缝合 该怎么样子打破伤物 打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立刻处理 那预防医学 检测预防医学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当初跟蛮多的公司 蛮多的企业在谈这一块 就是急救包的这一块 可是呢 真的是很可惜的 就是说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企业 他们认为 包括政府部门 都认为这个是医院的事情 你民间不应该做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蛮可惜的 就变成在这条路上 我们是走得坑坑跌跌的 跌跌撞撞的 了解 所以这个是创业刚开始 其实也是 有点算是因缘忌讳 对对对 算是巧合 但是就是做了之后 才开始去寻找一个 就是特性的方向 那个时候我另外的跟我们的这个 去做一个其他的方面的 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去做宠物检测 很多人没有想过宠物这一块 台湾洋宠物的很多 可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欲罚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做出了宠物检测 那宠物检测这一块 在当下 在那个时候呢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接收度 反而比我们台湾本土高 那当然呢 这个在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他不希望 不希望用检测检测市值去测宠物的 或者是测人体的 什么样子的 对 因为这个跟他的利益有关联 很了解 那现在的品业心是比较主要着重在 就是口罩这一块 对对对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主要的特色 以及就是现阶段的主要的商品跟服务 好 因为品业心在走向口罩这一块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秉除掉 抛弃式的口罩 因为我们认为 我个人认为 口罩它是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财庆在讲空污 在讲PM2.5的这个严重性 在想什么样子 那那个时候市面上没有一款口罩 可以做到隔离 隔着PM2.5 所以当初说只有N95 因为那个时候SARS也是讲N95 后来讲就是说 过滤这个空污 过滤这个空污 也要N95 可是N95很闷啊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因缘际会 那我的一个做医疗器材的朋友 他说老兄我们可不可以研究一款 或者是你帮我去寻找一款口罩 但是功能要跟N95一样 可是N95的缺点不能有 我说你不是要给我找麻烦 什么叫做功能要跟N95一样 又不能有N95的缺点 那这到底要怎么去弄 那可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做出版的 本来就是做教育的 做这个预防医学的这一块领域里面 所以既然有这个样子的一个起念 那我就要去完成它 所以那个时候千锋百计的去找绿材 找布料去做test 那就是跟包括刚刚讲过的 我们去买样布 那人家不会照样布的价格给我们啊 甚至于比那个布料还贵好几倍啊 但是你不得不买啊 对不对 你要做实验啊 你要做测试啊 要做打样啊 做什么样子的 那在这个地方也是跌跌撞撞 那也真的询问了好几个 比较专业的 比如说包括化工的 比如说这个绿材的 问他们为什么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检测不过 我们检测数据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我们所得到的讯息 当初我们得到的讯息是片段的 那把这些片段的 没有经过一个严密的整合出来 所以你当下的 包括当然是错误百出啊 当然是不及格的啊 对啊 那后来就是也是经过这一些指导我们 包括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不断的去做改进 去做改良 所以最终我们做出来了 对 就是它的功能 跟N95一样 跟N95一样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那当然这个专利的后续发展 它的后面的市场 我们都在密切的注意 也在密切的规划中 那大哥这样子就是过程刚刚有提到一些困难 那这些事情是你怎么样去面对跟坚持 然后让自己一直到现在 好 因为这个跟个性有关联 因为我做儿童教育做了快30年 对啊 那我一直的就是在教育父母 怎么去教孩子 怎么就跟孩子相处 对 所以在这一个工作上的习惯性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处女座的 那处女座本来就很龟毛 处女座本来就什么事情都要求完美 什么事情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除非我真的破产了 我才会收手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大哥拿身夹杂 我大概就会 对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真的是我真的想感谢我太太 对啊 这一路有她 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对那这样子就是你一直坚持 就代表说其实有一些东西是 你希望可以去带给大众的一个价值 那那个可能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品业心的一个品牌印象 你希望传递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那品业心它 它要传递的第一个 我们讲公司的名称 名字的由来 品讲究的就是品德 品德讲究的就是一个创业者 创业者的品德 关系这个公司的走向 跟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 那业就是我们讲的 你的工作业跟工作有关联 跟你的这个产品有关联 所以第一个你的品德 品质品管 对那这就是说主事者的品德 那你产品的品质 还有就是你的品管 那这三个你都要能够去做到 对 所以那你都做到你的业绩 自然就会兴旺 所以品业心的逻辑在这个地方 他注重的那个是品 品这个字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到品德 品质跟品管 所以在我们的那个就是perfect 要做得完美 那当然这跟个性也有关联 那我们就是 就是我刚刚也有 也有阐述过的 工厂你给我开的工资什么样子的 我一毛不减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不能够听到客户告诉我 那也这样 你的东西怎么这么差 我说这句话我绝对不 我绝对不允许听的 所以我们也很庆幸 也很庆幸的是到现在六年了 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客户跟我们 argue 说我们的品质 在这边 这就是大哥的坚持 然后就是很重视品质品管 然后包含品德 这也会影响企业文化 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计划 是接下来预计三到五年内要去执行的 那最终会希望它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我们今天讲 既然是做的是预防医学 那么口罩它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眼睛 它也是一个 再来就是你的贴身衣物 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日常生活用品里面 这些都属于日常生活用品 那还有呢 就是包括你的睡眠 你的寝具 我们常常看现在很多的广告 都这样 你要跟城门共舞吗 你要跟什么样子 是不是 那这个再请教 那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空气清新剂 对 还有就是冷气机 它们的过滤材质 那我们这一些 我们都在规划中 好 简单生活用品上去 对 生活就是日常生活 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就是说安全舒适 就是把这种器具也好什么 降到最低最低 最终的是希望 那当然你不可能把它完全灭绝 那就是说我们在跟它共存的环境之下 我们是安全无余的 对 这个是我们希望做到的 就是品业性有这样的技术 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 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身体健康 对 那最后想要请大哥就是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您有很丰富的创业的经历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想要创业的朋友 而且可能是想要跟你走相同彩点的这些 跟我走相同彩点 如果说有人想要走跟我一样的路线的话 那在创新这一块要多用点心 要怎么样子的区隔 就跟我当初在创业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口罩它是一个配件 它不是一个抛弃的 所以我才会去走时尚 那跟故宫结合 跟这个小皮大世界结合 跟MOMO结合 甚至于跟台湾的文创做结合 你说包括这次台中花博的文创 那也是我们帮他们去做印制 口罩这一方面 甚至于包括台北 甚至于高雄的文创活动 几乎我们的文创产品也有外销到日本 外销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如果是说你想要创业想要什么 那你第一个 你不能够一窝蜂 一窝蜂的话 除非你口袋够深 那再来讲一窝蜂的话 你无力可图 所以你只有走创新 只有走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 你要有你自己的风格 对 了解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哥聊聊天 那就是虽然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口罩就非常的被大家所需要 可是我看到的是大哥 其实很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而且也总是 那才有办法就是到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那大哥也就是非常的用心在就是技术的研发上 就是在乎品质的 对 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能够就是听到大哥的心路 谢谢大哥 好